嗨 大家好 我是S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養一台油電車要花多少錢 所以Alice以前有一台 PS油電車 一台109萬9 那我們之後的 包養就是 0W20 好事多買的機油 工資 1600多 6關機油 一次拿4瓶去還 然後給原廠花大概是400塊工資 這是一般日常包養的費用 那油電車不用什麼大包養 就這樣 就給人家換換機油就好了 那開了幾年 可能開了幾年之後啊 里程慢慢變高 可能需要換電池 然後上次那一台 大概落在14-15萬公里 才需要換電池 那電池的售價是 十萬九千塊 HP電池 就是大電池 所謂的大電池 小電池是Panasonic 大概落在五千塊 然後 還有四千塊的保養費 光電池總乘部分加起來大概是 你大概準備六萬塊 那 油電車它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引擎室的前面 這方向滿在前面 它有一個叫做油電轉換器 那個 油電轉換器 呃 壽命大概是15-20萬公里 以上 看大家怎麼開 對 那個 的費用大概落在 欸 它原廠包價是13萬五 沒錯 沒聽錯 那個費用是13萬五千塊 基本上如果 沒有萬一的話 是基本上是不會壞掉的 對 如果什麼萬一的話 只有一些訊號碼會故障 呃 養油電車 就是 13萬五還六萬塊 大概 需要準備那麼多錢 然後 中古油電車 可不可以買 這個要看個人 如果它的里程數 很低 可能就七萬八萬九萬 也可以考慮購買 可是你之後 可能要考慮換電池 對 因為這個 電池的東西消耗品 沒有辦法保證 什麼時候掛掉 這是油電車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 呃 我開頭電車到底有沒有 省到錢 對 有沒有省到錢 這個 呃 Alice換下來 Alice經過 精算之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開 假設十萬公里 除以 每公升二十二 加成油錢 Alice Alice計算下來 大概只有省 一點點 沒錯 只是省一點點 它沒有省很多 那 如果 要我決定的話 就是因為我 要我 要我決定的話 要買 汽油車還是油電車好 Alice 會推薦 如果是一般 小家庭 然後帶帶小孩出去玩的話 我會買汽油車 因為它只省一點點 汽油車 包括 修旅車也好 交車也好 對 因為油電車只省一點點 如果今天是營業用 或是跑業務的部分的話 那 Alice 推薦油電車 因為它 可以幫你賺錢 對 然後 很安靜 只不過後續的維修費用 像剛剛Alice講的 呃 電池可能15萬 20萬公里 就要換 然後 它只省一點點 然後 然後 油電車前面有個叫 油電轉換器 油電轉換器 那個東西 呃 不是很便宜啊 那個東西13萬5 到時候 東西壞掉了 那時候修也是要花之前 還是很傷的 對 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Alice之前也拍了一段油電車影片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那個也有負擔據啊 Toyota原廠說的單據 這是報價大的 我也拿去修 也有發票 好的 那以上跟大家分享 油電車 Alice開的新的 如果以後 以後 S還有出相關更多的能源影片 議題啊 如果想追錯的話 幫我按下 下面幫我按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